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い士官たちはまだ見識が浅い 国民党と共産党が内戦になり 双方ともに板手を受ければ 中国の東北地方を狙っているソ連軍と 日本に駐留しているアメリカ軍とが手を伸ばしてきて 中国を分割することになる そうなれば東アジアは西洋人の天下となる 我相信 您也不願意看到共产党獲勝 如果让他们统一了中国 那就是实行共产主義 それは 我々も共に望まない結果です 石正信君 我们任命已為日本官兵遣返的負責人 配合岡村宁次先生的工作 我很幸運 接受这个任務 你也将和梁桐将军一起工作 好 我和大名鼎鼎的梁桐将军 是老熟練了 您才是自由援建的预言家 从亚励的会議以后 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都在您的预言中 我万分敬佩 请坐 梁桐将军接受军政部的迫害 负责日本官兵的遣返工作 以后你们两个人 要多多打交道了 荣幸 荣幸 多多关照 刘将军 中国の将来について 中国的未来 一定会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中国屈辱的历史 从此不会再上演 好 说得好 不愧是我们中国军人 我们的西南子兵 柳将军 好多年没见面了 太高兴 太高兴了 我以为啊 这次只能在电话里和你通通话咯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啊 这得感谢你们周市长 这个市长 你就不要再提了 现在已经是重庆国民政府了 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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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周佛海这个老东西 他搞什么名当啊 我要见钢村宁次 他给我弄到上海里干吗呀 周先生说 钢村宁次不太方便见你 动静太大 外头看见不好 不过 钢村宁次委托了一个代表来见你 他能代表吗 当然 全权代表 你告诉周佛海 这件事他办好了 我们忘不了他的好处 这个当然知道 咱们两个 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刘将军 酒店的房间 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好 请 好 来来来 布韩出事了 来来来 布韩出事了 来来来 布韩出事了 我都没事了 干吗干吗 你们知道这是谁的家吗 胡老先生 你好啊 又是你 你怎么动手啊你 小仁 下手太重了 杜巴腔放下 放下放下 让你卖房子你不卖 现在我要征收这座房子 我还是很仁慈的 这是民国政府的法币 我实话告诉你吧 这座房子 是梁童将军家的房子 我来 你应该 我是请你走 如果梁将军来 老汉奸 你知道你是什么下场吗 把他们送到小旅馆去住 房钱从这里住 长官 长官 我求求你 给我们那时间收拾收拾行吗 收拾完了 我们自己走还不行了 早要这样多好啊 免得受这份痛苦 日本人投降以后 几百万人需要遣返日本 这需要占有陆运 海运 空运 多大的运输资源 这对于梁童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他知道 这会有极大的延缓 国民党部队的调动 为我军部队进军东北 领他报 打出这样的标语 还算你们聪明 日本人体力是很强 明年下来 马上放下枪 集体回家 我没看出他们距离性强 还有 日本的军队已经开始撤了吗 这些都是巧名 有些人自己迫不及待的 买了转票 这两天马不停停 考驾上海的民用马斗 为了 立军官兵乔民的尽早回国 我先表关心 感谢 与人以服从命令为天长 不是只有那么简单 我对你的了解 原来是侵留在思想方向 但是通过这几天的通行 您的石干努力 让我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 如果都是您接的军人 我们日本人 没有担量宽弯的 军先生 你不用在这跟我套进了 日本的战败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举国的金国主义 战争狂热 日本的每一个军人 都应该好好反省 不过像你这样 极端的理智 又极端疯狂的家伙 倒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日本官兵乔民的钱房 是宽大的工厂 如果不尽快把这些 日本人的钱房 会倒进 更多的不安定因素 对了 对了 军先生的意思是 如果将委员奖需要 我们一百二十多万日本军队 可以暂时留在中国 为国民政府服务 帮助中国人 打中国人 我们当时 国民政府难以抵挡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 让港村宁次收起他的狼子也行 他想把武力寄存在中国 是他的一厢情人 难道 难道 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态度 还请将委员奖领土 日本的军队 在中国的领土上 干尽了泯灭人性的事情 这种伤痛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是永远没有办法愈合的 这段历史 永远会被世界史记载 广队 杨将军 我刚得到报告 附近有一个小马座 被建国军守着得非常严密 我怀疑他们私愿 来盟取报了 去看看 卓先生 这一次 何将军的这个手谕 也是得到了委员长的同意 为了履行这次首相的约定 包括对这次和谈和首相的 有贡献人员的保护和奖励 要花费很大一笔费用 这笔费用呢 在国库里不好体现 更何况国库空虚 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所以所有的费用呢 就得靠这串营定了 这几天我会安排人 把这串营定船转移走 另外这串营定的事情 属于国家的最高机密 只有委员长何将军和你我知道 我知道了 这几天廖宾和谈泄密的事情 一直在我脑子里转 会是谁怪这件事捅出去的呢 你不会怀疑是我吧 当然不会 那么是梁同 梁将军 我这儿没什么证据 但是他离开过我的视线 上次你跟我说 你们七十六号有个华务员 被梅机关绑架了 后来查出什么结果了吗 有个人在七十六号打过一个电话 就是这个华务员转接的 电话是打给谁的 打给港村宁次的 说了些什么 说了什么不太清楚 是梁同 教程师 祝福 这次准备 所以要不要忘记 我查战先 我做那个 他已经究章过了 好 我做了 我做了 他做了 感谢观看